在台中有一名母亲她指控说 她13岁的女儿在网路上结交了一名 20岁补习班妇人的儿子 认识没多久 女儿就遭到诱骗性侵两次 直到怀孕事情才曝光 而女儿堕胎之后身心饱受煎熬 而男方的父亲现在却回应说 他们愿意负起法律责任 不过双方会发生关系 是逆情我愿 拿出诊断证明 女儿怀孕时周月5天 胚胎已经有3.39公分 做妈妈的气炸了 因为女儿才13岁念国二 怀孕了只好赶快去堕胎 她说女儿在网路上认识一名家中 开补习班的20岁男子 遭性情两次 妈妈心疼女儿身心饱受煎熬 但男方的脸书上 却放上和女生脸贴脸的甜蜜合照 还写下我会永远爱着你 你要一直等我 面对性侵指控 男方的家长也有话要说 他自己本身他们做的笔录 知道他是两人都是自愿的 要求300万 对 那我们说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会有给他正常的一个金额 那他不接受 所以说我们就请求法院那边的判决 双方曾调解但何解破裂 法律规定不管是不是你情我怨 和14岁以下的人发生关系就已经处法 最高可处10年以下 有其徒刑